天氣訊息又來關心 今天受到封面通過還有成立 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因此溫度會呈現溜滑梯 一路下滑 而預估這波低溫會影響到週六 最冷的時間點會出現在週六的清晨 低溫有可能會下太適度 一早天空灰蒙蒙 飄起綿綿細雨 沒了前一天的暖洋 溫度呈現斷崖式降溫 天氣就像溜滑梯 一系之間奏降不少 一路是往下降 以現在來說 大台北地區大概是15 16度的溫度 到了晚上開始這溫度是逐漸的往下滑 可能在比較偏向是下班時間的時候 就可能接近到這種14度左右的溫度 路上行人騎士 遇寒衣物再度出籠 炸暖還寒 和前一天相比 北部溫度由21到22度降到13到14度 中部24到25降到14到15度左右 南部低溫則是降到17到19度 而這一波低溫也將一路影響到週六 最冷的時間點呢 目前其實落在比較偏向是8號 9號這兩天 特別是在9號的清晨 是目前預估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最低溫所在的地方 6號開始溫度呈現 三段是下滑 最冷時間出現在週六 很有可能只剩下10度 雨量部分 6號北海岸到東北角 中北部沿海和山區雨量較多 7號陰雨持續 直到8號水氣才會減少 中北部陽光有機會露臉 隨著華南雨汽影響各地的降雨都會開始慢慢的出現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在越晚越後面的時間點 降雨就會逐漸擴起整個台灣 日夜溫差大直到週日才會回溫 提醒大家大一先別收 注意保暖工作 伏二記者綜合報導